君不见 且起舞翩翩 君不见 且苦涩翩翩 君不见 且艳然一笑醉人容颜 君不见 且醉笑红剑 君不见 且起地恋恋 君不见 一缕青丝一笑谈 嘿各位好 欢迎收看本期德社的人像研究所 我是你们的好兄弟郭彭成 小伙伴们最近强烈要求我来出一期这个汉服古风的研究过程 所以我也是马不停蹄的开始找起了拍摄地点 最后被我锁定在了广州南谱这个地方 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是如何找到这个地方的 首先联想到古风的汉元素呀 我们想到的场景都是一些山水竹林兰花啥的 以及比较有历史氛围的建筑 比如说亭台楼阁宫殿庙宇等等的元素 确立了元素以后呢 如果是本地人多多少少会在脑海里浮现出场景了吧 没有也不要紧 庙宇和小树林我相信全国各地哪里都有 去找个人比较少的庙也是可以的 好了回归正题 大家如果觉得我拍的好看的话 发个一 妹子好看的发个二 都nice的话发个 鼓励一下我和妹子呗 头可以抬高一点点 我们拍摄的时候总会遇到不可抗力的意外 比如说阴天甚至是下雨 我们这次就是信了天气预报的鬼 约了模特后到了现场还是一直阴雨不断 但来都来了肯定是要拍摄下去的 阴雨天最大的问题就是光线不好 特别是我们手机摄影 没有什么闪光灯反光板等等的补光手段 画质很容易就会照 这个时候的手机快门速度很低 如果在拍摄的时候呢 手抖或者妹子的动作快 就很可能会弧偏 所以这个时候啊 我们要保持自身手的稳定 和叮嘱妹子摆好姿势以后 不要动得太平凡 这样才能这样才能确保出片绿 像这里发现了那里有一条桥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 这里 然后我叫我们的模特就走过去了 然后等一下会拍一个这个构图 可以看一下 然后他们在漫长的走过去的路上 我已经到那里了 下一个要注意的点就是阴天的光线很平 拍出来的照片很容易没有质感 然后我们这次的汉服颜色和背景近乎于一样 所以需要特别注意找好有光笔的地方 什么是有光笔的地方呢 像我们所在这片竹林 有些地方的天空没有被遮挡 所以人物还是站在天空下面 背景则是被竹林覆盖的阴暗面 这样我们就还是能拍出一些比较有质感的照片的 尽量避免掉一些比较现代化的元素 这样不容易跳戏 拍摄的时候呢要注意减曝光 因为当我们找到有明暗对比的地方时啊 手机的测光系统呢会根据环境进行全局测光 可能会出现人物局部过曝的情况 像鼻子什么的过曝了就很难修了这张铺 对 这边的这张铺 对 笑容你眉间悲喜下雪 希望说太阳好了吧 对 大家可以看到我又走过来了这里 我们继续用一个舞台拍点照片啊 本来这期想分享给大家的是构图的技巧 和一些必拍的画面 但光太平 很多教材拍出来没有效果 所以就放弃了 大家可以看一些摆姿和拍摄细节 虽然说我们要找光 但是构图上有一点也很重要 我们的汉服需要注意横平竖直 不拍倒影也行 然后现在是一个大逆光 虽然出太阳了 我的妈呀 我太感动了 我们还是依然开一个两倍的旋开车 像后面那个台柱子 我们后期可以用美图修修的那个什么消除点来进行消除一下 或者我们蹲低一点点 蹲低一点点 然后看一下能不能把这个用人把后面那个东西遮住 然后我们把它遮住以后呢就可以开始开了 尽缺而拆不舍花落入我怀 热得他休想不开 看能不能去到 我们还是来个里面来看 一二三 我看下伊贝 能不能太好的 很安静 大姐的 嗯 最不扰的深深浅浅 黄金当年 这个牌好大一个 看我后期修了它 水花转转这小船要 小船要要是悄难是悄难他乘散不宽宽 暖带卷今夜有夜晚 有夜晚的鲸鱸鱸 清却再不舍花落入我怀 也得他休想不开 头像上因为没有光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到 我一直都有叫小姐姐把头抬起来 这是因为这种阴天 我们如果直接拍的话 面部会很暗 而手机的照片在后期调色的时候 很容易提亮不起来 导致细节缺失和断层 看我一二三三 这里教给大家一个小技巧 就是比如说我在拍张图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边的脸会比较暗的 会比较暗的一点 会比较暗的 所以我们这时候把那个扇子 拿到它脸的这一边 它就会有个补光 就再靠近一点点 就明显一点 一二三 然后把扇子拿走 让我们大家看到 对 大家可以看到是这个区别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得色分享的全部内容 全网搜索得色 超硬核的手机摄影团队在等着你哦 我们下期见 拜拜 拜拜 君不见 且掩然一笑醉人容颜 君不见 且醉笑红尖 君不见 且几滴恋恋 君不见 一缕青丝一生他